来 您好 女士 老师 您好 我们大厦规定 宠物是禁止入内的 你新来的 是的 难怪啊 女士 我们大厦宠物禁止入内 这是我孩子 不是什么宠物 那也不行 这是规定 况且您还没有登记 请问您有预约吗 谁啊 你拦我 你是 你敢替我叫毛毛 我弄弄死你 你放手 过来 放手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 你们不是吴总吗 对 我就是你们吴总的小姨子 就是他这个小钱财 居然敢拦我 还拦我家毛毛 赶紧的 道歉 否则 我让我姐夫开了你 明明是你不对 林志宝要我道歉 你吓着他了 就得道歉 魏姐 要不然算了吧 听到了没有啊 你太欺负人了 小钱财 你混得还没我家狗好呢 却让他道歉 你信不信我开了你 怎么了 魏姐 魏姐 怎么回事啊 我来找我姐夫 就他 居然拦着我 还打伤我家毛毛 我家毛毛 是我家儿子 他居然很抱歉 菁姐 大厦有明文规定 宠物不能入内 而且 我没有听他的狗 你不道歉是吧 你信不信我 让你们全都走人啊 什么人啊 什么人啊 不是 要不你就给魏姐道个歉 不光是给我道歉 还要给我家毛毛道歉 还给狗道歉 让人给狗道歉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你谁啊你 我是你们的客户 你谁啊 赵总 您好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你跟他什么关系 他是你生的 嘴巴给我放干净呀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别仗着是老总的亲戚 去跑到公司来耍微服 大厦有明文规定 宠物不能入内 你怎么那么特殊啊 他是我儿子 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还你儿子 好好的人不做 放着去跟狗认亲戚 你叫你儿子 你看他搭理你吗 你 我说这是谁呢 我说这是谁呢 吴总 你小姨子 又跑公司来 闹事儿来了 姐夫 闭嘴 听说您现眼的东西 吴总 每次来你们公司谈事儿 都让我印象深刻 上一次 是好印象 可是这次呢 真是让我领教 赵总 这可能是个误会 你小姨子仗势欺人 说是误会 牵强了吧 艾军 以后这个人 就加入黑名单 我们就欢迎他 丢人 跟走 等等 什么呢 道歉 啥 给陆小姐道歉 道歉 这 说你呢 听不懂人话 道歉 对不起 赵总 实在不好 咱 楼上去 这边 不知五人 不看不懂 对不起啊 姐刚才也是没办法 陆老师 我谈得怎么样 陆老师 我谈得怎么样 子西 我刚刚没有听清楚 要不然 再谈一遍呗 老师你玩我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都是我的错 再谈一遍啊 我 不认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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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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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谢谢您上次帮我解围 举手之劳 我想请你 还有子西一起吃个饭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谢谢您 今天我有约了 要不咱们下次 还有 别这么客气 拜拜 拜拜 不快呀 子西西见 来 赵总 喂 赵总 喂 陆老师 我刚把子西送回家 我今天的饭局临时取消了 吃饭了吗 不 没有的话 我们一块去吃吧 好呀 那你订地方我来买单 我把位置发给你 您的 思宁啊 来就来吧 你又带东西来 李嘉宜 李嘉宜 谁让你往前画画的 爷爷 爷爷来了 没事吧 像爷爷也没用 你看你把爷爷奶家墙画的 不是 是不是 那我让他画呢 来 天哪画 爷爷让我画的 爸 妈 你不能太惯着他了 哪怕什么呢 过两年吧 让我这个房子重新装修 甭听你妈的 来 爷爷教你画 没过你 有爷爷在呢 李嘉宜 我告诉你啊 一会儿把爷爷奶家墙擦干净 你一来就让孩子不高兴 你真是你对 老师 你听我说 我没喜欢让孩子 才让孩子画呗 您好 小姐 您几位 哦 赵先生订的位 好 这边请 你 赵总 您点菜吧 你点吧 点你喜欢吃的 今天是我请您吃饭 您来点吧 服务员 来了 赵总 跟以前一样 老规矩 好的 您经常来啊 这儿就算是 我的食堂吧 哦 真好 真好